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樂 我是阿丹 那我們現在來到塔曼山囉 這邊是新北的第一高峰 可是它的位置是在 新北跟桃園復興區的交接處 所以我們上來呢 就是從桃園這邊的登山口上來 然後走到了新北市的最高峰 那我們剛才這一路上面走上來 真的是超級美 超漂亮的對不對 狂狂拍照耶 難怪人家說這裡有魔法森林的感覺 真的超像魔法森林的 但這邊我覺得雖然它的山路路程非常漂亮 但是算是一個蠻容易迷路的一段路 那這一支影片 我們除了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山有多美之外 我們還會直接分享這整段的路景給你們 那就讓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GO 來 我們現在在營區 那我們現在要 我們要去跑塔曼山 我們現在先騎機車 往登山口的方下去 超美的 你看這個營區 塔曼山 走 喔 很多人欸 這就是在這裡 哪裡啊 這裡 喔 這個水塔 在這裡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塔曼山登山入口啦 那在登山入口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很大的一個水塔 然後如果說開車來的話呢 就可以把車子停在這邊 這邊很多地方可以停 但應該大概就是只能停10台車左右 而且他上來的路 如果開車的話 是很窄 不能會車的那種 對 那導航呢 就直接導到塔曼山的登山口就可以到了 好 那我們現在走吧 好 走 出發 那我們這次爬塔曼山啊 它是屬於擦天山自然保留區裡面 所以呢 出發前的五天呢 要先上廣去登記喔 它這邊一開始的路呢 就是這種芒草的路 這個路口不明顯 哎唷 這裡需要穿長袖欸 真的欸 這裡好刺喔 穿過了芒草之後呢 這也是真正的登山口了 它這邊就有寫登山口 一進到這個登山口 就有這種魔幻森林的感覺了 真的是這樣 穿過了一片那個秘密麻麻的叢林之後呢 一進來 欸 有一個很漂亮的樹林 山林裡面 而且它這個山這邊 還有很多個手機有通訊訊號的地方 你好 這好可愛喔 這是已經做好的 真的是魔幻森林欸 真的 才剛走進來而已 登山口就有迷霧森林的感覺 也太美了吧 我剛才還想說要先休息一下不拍了 然後就一進來 哇 就覺得好好拍的感覺 而且你看它地上都是樹根欸 哇 馬上要拍照了 現在時間是八點半 我們剛開始登山 才剛開始登山 就有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拍照 但是它這邊的路段真的很不明顯喔 要注意那個登山色的布條 不然就是要下載 離線地圖 登山色布條 這裡真的很漂亮欸 難怪人家說塔曼山就是一個 終極的路段 但是有厲害的景色 剛剛都是走那個樹根的路線 那塔曼山呢 它的名字又叫做摩曼山 但是它是屬於在新北市的第一高峰 那這邊是屬於烏來喔 烏來跟桃園復興區的交接處 對 所以我們入口呢 是從桃園進來 那我們等一下就走去烏來泡溫泉 哈哈哈哈 這好走得到 有這回事 那這個塔曼山呢 它的標高2130公尺 比我們去爬氣信山還要高喔 台北市第一高峰 這裡有拉線欸 對 走沒多久呢 這邊就有一條拉線 好涼喔 這裡好涼喔 對啊 這裡真的是蠻適合 來這邊露營一夜之後 隔天來這邊践行的 對啊 而且最好適合我們來啊 都不會沿著太陽 是你吧 對啊 其實難怪魔幻森林啊 因為魔幻森林就是沒有太陽 但是又有點陽光這樣灑下來 對不對 灑到我們 陽光灑到我們 是怎麼 我朋友他上個禮拜才來而已 他說下午就會起霧了 所以也不能太晚來 起霧就很危險 可能就找不到路 所以我們這次計畫呢 就是八點半上來 那預計希望可以在兩點前下山 這裡的路線 我覺得真的算是不好找的喔 在大樹這裡 嗯 記得要看蹲山社的布條 或是下載地圖 真的是很重要喔 我好喜歡爬山走這種路喔 會不會是 走起來軟軟的 對不對 嗯 而且就很像走在地毯上面 好大棵樹喔 它有橘木群的之一嗎 好美喔 你看 嗯 真的是陽光灑下來耶 超級漂亮的 森林吧 魔法森林 也有人說這裡像什麼 侏羅紀公園 有嗎 我覺得侏羅紀公園可能比較不像 阿凡達的世界 阿凡達可能比較像 魔法森林其實蠻像的 感覺會有魔法公主在那邊跑 對 騎著狼 騎著狼 對 每100公尺都有他們的警務局的指標 路口的 哇這裡是個階梯的路耶 對啊 剛才說不喜歡走階梯 馬上就有階梯過 哇這裡真的是忍不住 都會想拍耶 對啊你看這裡 真的是魔界的世界 哇真的好美耶 對 有去過佳林寺 看過那個漂亮的 可是這裡感覺又是一個不同的情 被封了三四個月之後 來爬山的感覺果然不一樣 對 聽說陡坡走700公尺 然後咧 700公尺走完之後就會變得比較緩 就等於快到了 所以沿路就算沒有 林務局的牌子 也會有登山色的布條 可是它100公尺 就會有林務局的牌子 算是很清楚 可是因為它這裡很森頂 很多樹 所以很容易把那個牌子給遮住 那個樹好香喔 真的耶 沒有聞到嗎 嗯 偷偷拿一下口頭 有木頭的味道 一小狗 嗨 這裡的地好鬆軟喔 對啊 你看這裡好軟喔 軟軟的好像踩在地墊上面 嗯 怎麼那麼軟 好可愛的感覺喔 哇 有一棵大樹耶 不只這裡是大樹 大樹都是大樹 那裡還有一根超大根的 大樹上面還長了很多個小樹 到我這邊啊 它的路就是一個人能通過的路而已 要小心一點 你看 幹什麼 那裡啊 如果說沒副條的話 就看樹上面有紅色 螢光色的記號 好香喔 哈哈 真的有味道嗎 有啊 這是樹的味道啊 這裡剛好有一個張開關 你看 你看你左邊那顆 嗯 橘木耶 哈哈 你挖到往後退是怎樣 太誇張了 橘木 這裡有個很大根的倒木耶 這裡的樹都好大 而且它就這樣繼續往上闪耶 超厲害的喔 就是它的層級 嗯 這裡的地也好軟喔 像地毯一樣對不對 你看 走這個路耶 好酷啊 我要爬過去了 而且它這個樹上面都還有釘子 讓人家走 比較好爬 我覺得這是給人走的 不是給猴子走的 你走的好像 沒什麼差別一樣 這裡又很香耶 對啊 哇風吹過來 沿路都是木頭的香味 超香的 難怪山老鼠忍不住 越忍不住就 這邊有一個超大樹 我們這一路上已經看到很多的超大樹 每看到一棵都還是汪汪汪汪 你看 哈哈哈你在幹嘛 在抱著啊 這邊寫什麼 它這裡是被人家挖了一塊 對然後它這邊寫以破案法辦中 就是在警示著那些人 這裡你看這裡有一塊 嗯 就是被挖掉的 那麼整形的 它是被挖掉的 好可憐 不然它本來是更大塊的 莫里那邊有寫剩下900公尺的告示牌 當然莫里 哇這邊就可以聞到樹的香味了 哇這裡也是被挖過耶 挖成這樣一塊 這裡對吧 倒不到路了嗎 那有一個鋪條嗎 沒關係 我可以看地圖 快到了 快到了 走這邊 漂亮喔 過了那個700的牌子之後呢 路就變得比較緩了 欸那邊 還是很美欸 很美啊 超美的 哇這裡的路真的是很難找喔 要看布條跟標記喔 因為這裡太森林了 每一個地方都像是有人走過的樣子 這種森林 大森林的走法呢 就是 走到一個標記點 然後找下一個標記點 這樣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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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森林 森林欸 快到了 看到樓梯了 對這100公尺這邊就有個階梯 好大棵的樹 真的 你看 最後100公尺 樓梯果然很累 可是看到樓梯比較安心 上面 上面就到了 喔 過了這個太陽能板再往上走是嗎 對 再上去就三小點 好 謝謝 喔 好多牌子喔 好可愛喔 這些牌子都這樣放在這裡耶 你看 2130 好可愛 現在時間是10點47分 所以我們爬了兩個小時 只有15分鐘 到了 這一路上都好開心喔 好 走 我們去吃中餐 好 去剛剛那個 太陽能板那邊 牛肉三明治 這個是我們早上在露營區做的 喔 有三層耶 放了三大塊耶 我們還準備另外一個雞肉的三明治 結果我覺得我們應該吃這個就吃飽了 但是以防萬一 多準備一個 好吃嗎 好 好了 我們現在吃飽了要準備下山啦 走 我們剛剛還說三明治吃不完 結果我們還是把它吃完了齁 吃掉 對 兩個都吃光光 太好吃了 那我們這次走的這個塔曼山呢 它是屬於來回的路線 那如果說有申請的話 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那這次走這個塔曼山你覺得怎麼樣 唉唷 還好你反應快 我覺得這個塔曼山超美的 而且也不會很辛苦 也蠻適合想要來嘗試的 嘗試這山的人 果然是終極山 然後就非常高級的美景 那如果說這個山的難度 給你1到5顆星評分 你會評幾分 1分 1分而已 2分 真的嗎 好 那我覺得的話 我可能會評2.5分 那多出來的0.5分應該是 因為這裡的路線真的是有比較難走 所以呢 要注意一下路線 如果說自己來的話要小心一點 而且我覺得來這裡真的比較適合 先來這邊過夜一個晚上 然後再來對不對 不然真的是那趟路線實在太遙遠了 對 那我們先要下山了 走 那下山再來看一下我們幾點到 地圖啊 這裡就很像在冷氣防空爬山 對啊好冷 就不會太冷 這個冷氣溫度開得剛剛好 到了 現在一點剛剛好我們回到我們這個登山路口 對 這一次這條塔曼山路線真的很不錯齁 真的 很涼耶 超涼的 對啊 雖然這算是一條不太暖的終極路線 可是他地上很多泥林 所以還是建議穿登山鞋或者是雨鞋 而且像是水啊 登山背包啊 補給的東西啊 也都一定要把它帶好 這個地方真的是蠻適合一日行程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按讚訂閱分享開支小鈴鐺喔 掰掰 好啊 不想戴口罩了啊 你好吵喔